泰拳天王波球擂台连续KO我国两位猛将 奥运冠军蔡良缠,看不惯上擂台挑战 提起泰拳王波球 相信国内的拳迷对他肯定不陌生 征战擂台多年对华战绩只输过一次 相信不少人都跟柳城一样,将他视为偶像 在波球刚来中国打拳的时候 先后KO了酷刑者顾辉跟叉翅虎王伟豪 在王伟豪被KO后咱们的奥运冠军蔡良缠不服波球 直接对其发起了挑战 本期视频,柳城就为全迷们带来这两场比赛 先来看波球跟顾辉的这一场 这个时候的顾辉还是一名国内出出茅庐的小将 当时波球已经在国内叱咤风云 不过波球完全没有怯场 就是要在擂台上跟波球硬碰硬 这个运动像的一个化身 他取得过那么优异的成绩 对吧 打自己为打KM获得世界冠军 而且在这个纯泰拳的比赛里面 多次获得世界冠军 所以在他身上我们看 在他身上更能提 不过以波球在擂台上的压制力 顾辉很快就露出了破绽 转身边拳过后 波球顺势扫提 直接将顾辉给提倒了 不过这一次的影响并不大 两人继续开始战力方面的缠斗 显然在纯泰拳规则的比赛中 波球打得更是如鱼得水 当然在后续的缠暴当中 顾辉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在裁判将两人分开之后 顾辉还想全法压制波球 这回波球直接找到了机会 一记高扫直接踢在了顾辉的额头上 就连现场的解说 都以为顾辉被这一脚直接KO了 回合的后半段 已经成为了波球的个人表演秀 并且波球在擂台上 给顾辉带来的压迫感实在太强 感觉顾辉这个时候 已经被打得不知道怎么进攻了 波球在收着这种打 一分钟钟的过程当中 就给顾辉一个喘息的机会 是的 走 赛赛继续进行 顾辉使用自己猛烈的拳腿组合 给波球施生压力 因为顾辉是个拙扁的缓架权 他通过这个短暂动任务休息之后 他现在 信心给调整一下 顾辉毕竟是在自家的主场 通过一分钟的调整 还是将第一回合挺了过去 后面的半分钟里 顾辉还是选择了跟波球场抱在了一起 两人打得有来有回 不过这个回合顾辉被击倒了两次 所以分数还是落后的 一个正常的比赛的局面 这场比赛是泰拳规则的 混乱决超级战 泰拳王子波球 对阵中国的酷刑者顾辉 这一腿 就是这一腿 来看两人的第二回合 没有任何的试探 波球的正灯就提过来了 顾辉想要冲上去给波球一拳 直接被绊倒了 但后续波球的顶期 连续进攻顾辉做不出任何的防守 拿不到的进攻下 你这种 我觉得还要打一种中原距离 打这种近战 又用手机的话 那你肯定不是这个波球队种 还要打一个中原 控这些距离 控这些距离 波球的扫踢 还有连环的袭击 都是自己的杀手键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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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辉现在的进攻很有压力 弄不好就会吃到波球的扫踢 不过更应该注意的 还是波球的顾景顶期 在比赛快结束的时候 顾辉就吃了大亏 我直接就一个 他就一扫踢的地位置 是你看就踢你那个 小铁的部位 这场比赛完全是这个波球一种表演赛 波球现在是面露 非常自信的微笑 这就是双方的力量对你一下 这个波球战绩绝对的理由 这个时候宋老师非常明显地看到 顾辉的 波球这回快靠在省边 顾辉想要压上去做组合进攻 不过直接被波球搂住了脖子 这连续的顶期 顾辉再也扛不下去了 这场比赛在柳城看来 顾辉打的没有任何问题 在第一回合被强毒之后 很快就调整好了状态 只能说波球的实力确实在不灰之上 打不过也是情理之中 是啊 确实啊 刚才这一幕就在我跟宋老师的面前 再来看波球跟王伟豪的这场比赛 直接看两人的第一回合 比赛刚开始波球就开始用自己的正灯给王伟豪制造麻烦 王伟豪则是一直利用后手拳想要找到突破口 不过波球连续的第一扫确实打乱了王伟豪的进攻节奏 后续王伟豪一记正等 还是对波球造成了点伤害 不过整场比赛也就只有这一次 在三打水平上它是非常高的 也是全国冠军 但是自从转型到自由波及以后 也是连续KO了众多的名将 你看王伟豪刚刚有一个侧踹腿的动作 转身后登 我对王伟豪这个转身后登一向特别深 对 我也一样 帅不过十秒两次转身后登过后 波球怒了 后手拳直接将王伟豪给击倒了 在这里要提一下 王伟豪的转身后登 每次都不是奔着对方覆不去的 而是奔着犯规 对战辰帕克的那场 还有这一场都是一样的 难道今天的比赛 哦 高扫上头 他这种高扫跟上次跟顾辉一样 对 他是不会瞄着你的脖子跟下巴去踢 是太阳穴的 对 你的太阳穴 波球还是很轻松啊 王伟豪要及时地调整自己的技战术啊 又是前手平衡 击倒之后 王伟豪没有了斗志 任由波球压制 只做防守不做进攻 然后就是被一个前手平狗打完 再借一个高扫 再次击倒独秒 快了这几下 如果再出现一次这场比赛就要结束了 我们的比赛在同一局里面 如果出现第三次独秒的话 就要终止比赛了 有点晃啊 王伟豪要控制好距离 你看波球的移动速度多快 波球啊 波球还是太老道了 太老道了 超级巨星 王伟豪索性不跟波球 有任何的对抗 直接在场上跑了起来 波球又是一记高扫 王伟豪直接举手示意自己认输 最后裁判终止了比赛 你以为这就要完 当然还没有 可能是因为王伟豪输得太惨了 奥运冠军蔡良禅看不下去了 选择上擂台挑战波球 不过蔡良禅也真够意思 曾经还给熬日葛乐震过场子 他马上向波球挑战 他的名字 08年奥运会冠军蔡良禅 蔡良禅跟波球的对视环节充满了敌意 也不知道蔡良禅如果真的对上波球 究竟谁能获胜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柳成 喜欢的观众点赞关注 咱在这里谢过各位了 波球是一个很让人尊敬的一个对手 我也看过他很多比赛 但是我觉得他并不可怕 因为我比他更厉害 我会干掉他了